爱的选择精彩内容 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辽审地区 唯一一档中老年相亲节目 爱的选择 我是一心为您寻找幸福的主持人 萱萱 欢迎我们的情感导师瑞来 嗨 大家好 爱情无须言作媒 全在心灵神会 爱的选择选择爱 我是您的朋友瑞来 欢迎小红娘文文 大家好 希望带你白发苍苍容颜耻目 身边依然有一双温暖的手 温暖你的心 我依然是你们的小红娘 文文 欢迎我们密室里边的四位女嘉宾 来 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阿姨们你们好 嗨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佩杰 我喜欢养生 你是想跟我学吗 欢迎我们的二号女嘉宾 我想找一个疼我爱我 自信通理搭理的男士为伴 您好 三号女嘉宾 大家好 我来自沈阳 我名叫齐桑英 我的爱好走模特 我找一个比较正直 心机善良的人 来 我们的四号女嘉宾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送家园 我的个人爱好就是爱运动 爱旅游 跳跳广场舞 那有些人啊 对自己未来的另一半是有要求的 必须在一起得有意思 要求对方得多才多艺 而且呢 要能聊得来 那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位男嘉宾啊 真的可谓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才子啊 来让我们通过大屏幕 先认识一下他 这个可难了 可 博天 那必须是童子宫啊 而且这个音准啊 还有所有的这些姿态 他没有个十年八年 拉不出曲子来 他是一位艺术家吗 像 有那份 对 有那份 你看那个旋律像飞出来了一样 对对对 那感觉 天哪 太期待了 期待男嘉宾出场 看看什么帅气啊 来吧 让我们请出今天的男主角 闪亮登场 有请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李国中 今年76岁 我希望在这个舞台上 能找到我的另一半 个挺高的 有一米八以上 好 欢迎您 你好 主持人 咱们是不是这小气色 配上那小红衣服 感觉过年了 真是面色红润啊 真的是 而且这一车打扮 这个红衣服 是谁给你选的 我自己选的 平常也总穿 这么喜庆的颜色 对 就是我的 平时就这么穿 就这么穿 你看看这喜庆 咱男嘉宾的发情 这发色 这就是艺术家的范儿啊 你看 这发量也挺可以 还可以 这男嘉宾 有点男子样 男子汉样 男嘉宾的发 您以前的照片啊 那时候那真的是这种 特别带范儿的 那小提琴拉的 也是相当了得吧 小提琴拉的 能拉多少学 我有老师 老师是真的高特的 您学了多少年了 五六年吧 五六年啊 是从小练吗 还是 不是 大陆出家的 对 我喜欢 我不喜欢 但是不会啊 我爱好 我挺喜欢的 我外出呢 就学那小提琴的 这小提琴可真是童子宫 因为我小时候学过小提琴 小提琴我学的还穿正规的 学了这个吧 就是气质各方面 那就不一样 在这儿要跟密室的阿姨们报个料 我们叔叔啊 那还当过演员呢 跟那个水浒传里 饰演武松的丁海峰 还有亮剑里的何正军 都合作过 对对对 群众演员 群众演员 好龙套的 我也当过 咱男嘉宾 您今天有没有把小提琴带来 给咱展示一曲 小提琴没带来 我可以写字 今天可以写字 今天可以写字 还有其他才艺呢 那咱这样呗 我们就笔墨伺候呗 先来一套呗 好不好 先炒了 这是要写个啥 这个是爱 对对对 你这个书法练了多少年了 这个粉纸是时间长的 这个写也就十几年了 教课教十年 是您教别人啊 对 这个厉害了 当老师了 摸不够的站一下 挺会过呀 叔叔 这是呀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爱的选择 好好好 好 写的好 爱的选择 好 写的好 爱的选择 好 好 写的漂亮 写的漂亮漂亮 越到后来 后来这个笔感觉越干呗 这块太会过了 师傅后来不舍得站没了 他真是虚实 枯实浓淡嘛 就心里特别善良的 你看我从来跟谁整的 就是心里善良心眼豪实 非常就是贵日的 我不希望是得 他胜我 我胜他 就是脸把心都到一起 后半生因为都没有老伴了 后半生和前半生的一样 我是省书协会员 哇塞 叔叔 省书协会员 太厉害了 本来就挺高 现在更高大上了 我的天哪 是那么的意思 因为刚才在韵笔的时候 我发现你这特别有力道 尤其是这个钠 还有这个点 有所有的下笔的时候 你就感觉到韵味在里面 这个发挥不过写的还行 这还行 还行 字还行 来 咱们也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 生活当中咱男嘉宾 是个啥样的人 20298李先生 沈阳人 李毅子女独立 退休有住房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李国中 我的一生用余的话来说 就是活到老 学到老 年轻时 学是为了理想 为了安静 中年时 学是为了古中空中的心灵 老年时 学这是一种意境 慢慢品味 自乐其中 现在我们待的位置是 辽宁美术馆 为什么选这个位置 因为我的作品在那展出广 我是辽宁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我兴趣广泛 爱好非常多 美术书法 音乐舞蹈 体育表演 我都喜欢 我可不是只会读书的书呆着 生活中 我能玩能舞 特别尝尝小提琴游泳 花饼美术 在精神世界里 我是一个特别富有的人 但在实际生活中 回顾我的前半生 可谓是常立人生的酸甜苦辣 等有机会 我愿意把我的故事 分享给我的那个塔 现在的我 已经是个乐观向上的人 初衷养生运动 劳逸结合 道中取静的生活 在沈阳这个大都市中 和我在一块生活 你会感到非常的有情趣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叔叔 最后一句话 跟我在一起过 那肯定老有情趣了 对 那就是生活是 内容丰富多产 那他要是不耗这个咋办 不适合我 我也不适合他 如果我跟他说美术馆 他问我管谁 那就糟了 我问问 咱们你是女嘉宾 有没有人 男嘉宾一说美术馆 你就问管谁的 我女嘉宾说了 我管你 我跟你的那个吧 有点差别 我喜欢唱歌 唱京剧 有 我感觉 这应该都是属于 连你那个书法 都属于国翠吧 对 国翠 其实我非常喜欢唱歌 就是唱得很难听 咱也感受到了 你真不为了你 你让他写书法 他也写不了 就会唱京剧 对 阿姨来两嗓 风 笑笑 舞 满 满 我要跟你唱一段京剧怎么样 哎呦 你不刚才嗓子不好使吗 你唱一下 没关系 我这是 哎呦 我天哪 你 哎呦 你 你 我点的泪 江彩刀 我还在等着 啊 呛呛呛呈呢 然后你 阿姨 这段你会唱吗 只要你能说出来 我就能唱 喜欢什么 对我来说都不陌生 都不陌生 都不陌生 钱财啊 我的手机非常广 你就说吧 你就算是你喜欢 魔剪的抢菜刀 它也能行 你的字写得非常好 特别好 你的小提琴拿的也非常好 就从那年人来讲 你拿的确实不错 为你点赞 我会爱跳舞 而且呢 我不知道你这方面 你介意不介意 我不介意 你跳什么舞啊 我跳国标舞 你会跳不 我会跳 你会跳 等会女嘉宾要上台的话 你俩能不能来两下子 我来两下子 我来两下子可以 我可以辅导你 你是很好为人师吗 因为刚才咱们女嘉宾 所说的这些 好为人师 我要这个 要是重点一个角度 这样 这是一个包衣 比如说是善良 你觉得这女嘉宾 刚才跟你说了这么多 是希望你教她 还是希望跟你展示一下 她自己会的才艺挺多 希望跟你俩出对象 让你关注她 你觉得这两条是哪一条 她是 让我支持她跳舞 我告诉她 我不但能支持她跳舞 我还能辅导她跳舞 哎呀 你多才多艺 我挺羡慕啊 但是我什么也不会 我只能是维持这个家庭 照顾家庭 我现在就是刚会走点模特 这一生当中就是照顾这个家庭了 但我挺羡慕你 你挺有才 你多才多艺 挺好啊 面目挺善良一个 算什么这男嘉宾挺善 面世挺善良 面上 挺善良 哎 咱女嘉宾 我们男嘉宾会唱京剧 摩剪子里抢菜刀 就刚才这段您能唱不 您能来不 我不会唱 我不会唱 那个摩剪子抢菜刀 你还有什么破拉换钱 我唱不上来 刚才你聊过的二号三号 两位阿姨啊都是大个儿 跟您外形特别特别搭 而且在花生间呢 我跟他俩都有聊过 两个人呢 都是属于也是多才多艺 你这一点呢 肯定有共鸣 你就想象一下 两个大模特站你身边 是不是 多美呀 不要想在这儿聘老师了啊 想想怎么当人家老公 我都担心两位阿姨啊 都不能上台 你知道吗 要光聊这个 是不是啊 你刚才那些那些爱好吧 我不怎么会 我就会跳广场舞 爱运动爱旅游 你介意不介意啊 你跳广场舞也好 教育舞也好 什么都可以 所以你尽情地玩我支持 这是一个艺术气息非常浓厚的男人 她有点吧 有点稍微有点 太放肆了 放肆了 目中无人那种感觉 放肆不说 素质 没有那个 对 没有那文化的修软素质 我们四位女嘉宾啊 这四位女嘉宾好像都挺有个性的 嗯 另外一个都很多才多艺 对 咱们男嘉宾一上来 这大个儿往那一站 红光满面的 对啊 这银色的头发 你是艺术家的气质 马上就出来了 二号和三号和你的交流 和碰撞思想上要更多一些 因为她谈了很多 包括跳舞啊 国标啊等等这一切 所以兴趣爱好呢 和咱们男嘉宾比较相投 但是三号姐姐呢 她虽然说了指挥摩托部 家里面照顾的挺好 我觉得咱们大哥 既不压身好 会这么多东西 家庭照顾方面 一定是比较需求的 所以我觉得二号三号 对你的热情度比较高 你刚才在三号面前弄可爱 你整的有点过分了 人家属于高雅路线呢 这个希望这个是三号 它就是能宽广一点 那些去弄广 摩剪的抢菜刀什么的 咱也得会 三号阿姨心胸飞 非常地宽广 就是她呢 也是一个特别有涵养 也也非常有素质的 这么一位女嘉宾 刚才说那个话 文文倒觉得 也是故意套路您 逗逗您呢 是吧 但是我认为 我是感觉 听到他俩之间 我们阿姨对叔叔 是挺好奇的 感兴趣 但是我觉得这一场 实际上没有什么可质疑了 二号三号太有功名了 跟您是吧 女嘉宾不管你是喜欢什么 只要你觉得你 对你身心有好处 你喜欢做 你就去做 我这么多兴趣爱好 这么多年 在这兴趣爱好当中 也获益匪浅 那我们男嘉宾会选择谁 作为她的第一位 约会女嘉宾呢 稍后为您揭晓 爱的选择 我在这里等你 男嘉宾会选择哪一位 作为第一位 心动女嘉宾呢 大家好 我来自沈阳 我叫李凤玲 俩人详情进度飞快 这是要牵手的节奏 关键是腿长 对我腿长 认识认识 能包容这是必须的 一个家庭和睦的前提 就是能包容 不要走开 稍后我们接着看 人到中年 尤其是到了45岁 大多数都会出现 眼花的情况 看手机 看报纸等 都会出现模糊 重影的现象 严重影响自己的工作 和生活 我叫刘艾果 现在是一名退休的职工 从小吧 眼睛就不是太好 眼睛呢 就有点近视 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 在50多岁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我眼睛 就是又有了老花 在这个时候的话 我还在工作 需要经常的看手机 看电脑 看文件 之前就是有一副近视镜 然后的话呢 我又配了一副老花镜 所以说我在行走 这个和看远的时候呢 我就要戴我以前的这个近视镜 换来换去的非常麻烦 有一次我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 在介绍这个超视力的这个眼镜 我听了以后呢 我感觉挺好 挺适合我 就来到了这个超视力眼镜店 来到超视力之后 超视力专业眼光师 就为他进行了全面的26项 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 眼花就带超视力 我是蒋纳维 我信赖超视力 超视力 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 眼花就带超视力 地址和平区南武马路 与中兴节交叉口 西行20米陆北 超视力市光中心 配景专线02481681988 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如果您是单身 或您身边有单身的朋友 您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爱的选择 会选谁作为第一位女嘉宾呢 咱们已经纠结了好长时间 你告诉我们吧 2号 2号 来咱看看啊 2号女嘉宾的照片 真装照啊 纯纯的呀 呦 这个很漂亮 很富贵 我觉得 每一个年龄段 这个风韵不一样啊 但是你会发现 每一个年代所表达出来 这种美都符合当下的这种时尚和潮流 那会最流行的样子啊 对对对 有请女嘉宾登场 大家好 我来自沈阳 我叫李凤玲 这身材 这大个儿 关键是腿长 来 对我腿长 认识认识 人看光看腿握握手认识一下 几座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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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俩嘛 从个头上 年龄上应该差不多 年龄上应该挺好 挺搭配的 她们也爱好跳舞吗 那女的 对 这个顺度我觉得挺可以的 她这女的七十多了 七十多了 七十六 七十六 男的不七十六吗 对她俩挺好 她俩应该挺搭配 祝福她俩 两个人都穿红色衣服来的 这是红的不一样 这个是红的比较深沉 这个是红的比较张扬 全是热情 这个平常生活当中 也是这性格吗 我基本性格是开了 开了 特别开了 就烦得男主大丈夫那样 对 对呀 老认为自己了不得 那不行 我每天都在跳舞 我每天是跳舞 非常有时间 早上九点跳 跳到十一点 这运动量 比三个小时 哪个场地跳 今夜舞厅跳舞 舞厅啊 今夜 为啥不在外边跳 我从来不在外边跳舞 第一呢 你一个人 你在家里头 没有什么事情做 孩子都出去了 没有 你就是自个 主要就是说的 去断了身体 把自个的腿 直接 就把腿直了 因为它压直了 特别直 直不直 压直的 特别直 身材 腰条 咱是自己跳 还是有伴 我的伴多 因为我 也有固定的伴很少 固定伴少 她经常不来 但是好多人都找我跳 因为我跳得好 来我们看看 生活当中 我们女嘉宾是哪样的 一八零一八 林女士 沈阳人 丧偶 儿子独立 退休有住房 不可以 我过来 我好想 你 你 我好想 我 你 我 我们阿姨 这比实际年龄得小十岁 七十四了 腿肠正适合跳舞 我在塞亚儿买个房子 我在塞亚你就几年没去 我在塞亚里组织个摩托队 昨天晚上还给我来电话 你怎么结个妹来呢 今年 我说今年我不去了 因为我庆祝就去了 我就不去了 所以他们都很想我 我在那会儿打得特别好 我朋友也多 我们阿姨都展示了这么多了 是不是 给咱打个分 98分 女嘉宾给男嘉宾打个分 90分 90 这个分可不高啊 为啥 我心里明白 心里明白 还不想说 那这样啊 最终到选择环节的时候 可以告诉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好吗 可以 好了 来 二位请就座 进入约会时间 谢谢 你现在工资多少 工资不多 三千二 你有这么低啊 我说话实在才低 是低 我也知道低 那你现在是自己过的啊 你 对 我自己过 你现在你婚什么状态 我在离婚三个多月了 离婚三个多月 对 三个多月 对 三个多月 哎呀妈呀 天哪 哎妈 太泡眼了 你这么大四十年了 怎么还要离婚了呢 这么大四十年了 这么大四十年了 还能离婚了 那得啥状态呀 人都老伴儿老伴儿 这么还那么大 咱说再 犯什么错误了 你跟他离婚去 再不犯了也得承认 是不是 也得容忍呢 也得容忍呢 你听了 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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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男嘉宾说到了 她的情感生活 离婚三个月 就来到了 我们爱的选择的现场 那之前那段婚姻 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们通过一段短片 来了解一下 谈起情感往事 她们都有着 怎样的心酸过往 我在离婚三个月了 我的最大步骤 就是过分羡让 过分包容 两个人结婚 那不是两个人的事 对 是两个家的事 面对敏感话题 她们这样说 跳舞啊 唱歌啊 跳广场舞啊 这些都随便 不要走开 稍后我们接着看 现在199元 买到的是 女士龙凤金手镯 男士金手链 女士金花项链 男士霸王龙珠金项链 女士猫眼金戒指 男士霸王碧玺金戒指 还有两个太阳花尔丁 足足八件套 按照目前价格 也得好几千元 但是 我们今天是一次 全国大型推广活动 我们是破例 破例不按照 国际统一价格来定价 八件金手市 男士霸王龙珠金项链上面 有个超大超重的龙珠穿梭 真的只要199元 请大家大胆的打进电话 有任何问题 我们都可以为你解答 我们只有这一次的打广告的活动 不打电话 你是肯定买不到这么便宜的金手市的 我们非常鼓励大家打进电话 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品牌 带出去给我们做个宣传 现在就打电话吧 喂 你好 在吗 在 小姑娘 你们这金手市我看一定很重啊 才199元 这已经是蛮便宜的了 刚才说女项链和男女金戒指上面 还相有又大又透又绿的宝石 这能是真的宝石吗 大姐 我们只有做这一次活动 本来呢就是亏本 让很多人购买打品牌的 好好好 反正才199 上哪个金店都买不到 那我现在就定一套 好的 好的 你好啊 我们再让你们精力出来给我保证一下吧 好的 请稍等 各位观众 我向你和全国电视观众保证 第一 我们的每对金戒指 金项链 金手镯 都有国家权威检测证书 百分百真金工艺 如果不是百分百真金工艺 你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 都可以退货退款 请放心订购 那我就放心了 快给我订责 注意活动 马上结束 马上结束 广告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 立刻来电 全部带回家 全部带回家 春景时间快快来电 我们男嘉宾说到了他的情感生活 离婚三个月就来到了我们爱的选择的现场 那之前那段婚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我这人是个要强的人 年轻时风风火火 工作也不输别人 可就在婚姻这件事上跌了跟头 我年轻时候的条件非常好 但是选的老伴 选的是前妻 非常糟糕 我跟妻子没有共同语言 对待事物的看法 更是南辕北辙 她疑心重 我们之间每次争吵都会怪罪在我头上 那是如果谁离婚了 说出来是一件很丢人的事 也是为了两个孩子有个完整的家 我们竟然一直生活在一起 直到2008年我们彻底分居 我们之间现在就这十几年 我们之间不同电话 互相之间也没有微信 没有任何良心 离婚后我觉得自己终于解脱了 我要开始新的生活 虽然人到古兴 但我身体很好 兴趣广泛 跟我在一起 你们会觉得无聊 我们牵手一起度过晚年的生活 我现在想找一个 能和我一块共同生活 娘娘不要太年轻 65岁以上 有共同语言 有生活爱好的 快回三个月太短的时间 你的孩子男孩女孩 一个女孩还有一个男孩 你今天想离婚第一孩要 第二孩我都不要 对不 我一想离婚还要啥 两人都感受 就还要第二孩 你要有第二孩 应该对孩子应该负责 这么大堆才想起离婚 都老了老了 还能活几年就这个事 你孩子独立吗 生活 40多都独立了 都做什么工作的 阳光体检女孩 男孩是在一个大学里边的足球队 他们都能自立 他们都能承家自立了 都有孩子没 女孩有一个孩子 男孩没结婚 多大的男孩 40多 还没结婚 对 那他现在跟谁过呢 你这看 他跟我那老伴 那你现在有房子吗 我现在我自己在另一处 60多平 你老伴和那个你儿住的是哪 那也60多平 相距离能有是1000米吧 三十年起码 她的媳妇债不对 你当男的你容忍她 是否那老爸我生俩还不容 又陪伴她老爸 再说我不容忍 我们离婚三个月 感情没渗透 我们没渗透 我还可以回来啊 我们十几年不通电话 没有微信 现在都没有微信 我们叔叔从跟他媳妇结婚的 第二年到第三年 就已经有离婚的念头 他俩是属于长期折磨到最后 才离成的 而且叔叔拿到离婚证的当时 他跟大家伙分享的一件事情 我终于解脱了 你真大算什么 还能不能陪老伴 老伴再不对 我老伴不容忍 我生不两孩子 起码给你做饭吧 给你生孩子 你第一孩子你都想离婚 第二孩子你不要 你怎么还要第二孩子呢 正常情况下 像我这种非常坚决的提出离婚 我找这师徒跟他说 我说我们到民众局去办一下 他也不跟我谈 我们自己没有任何对话 既不跟你谈 离不离 也不改好 就是我们自己没有任何联系 你说的他不改好是什么呀 就是他一切 他就认为他自己做得非常好 而且在我眼里是非常糟糕 一个家庭最大的悲哀 不是贫穷 是不会好好说话 用我的话说就是我跟他说过多次 一句人话没有 这么大岁数了 互相得心疼 你总不能是76了你快离婚 你起码和爱人有病 哎呀爱人必有病 起码喜欢你有病 别和人互相得理解 你现在就认为自己了不得 那哪行 根本就不行 是 这男子大丈夫那样 谁能受得了啊 根本受不了 这种 幸福的家庭相似 这不幸的家庭 真是各有各的不幸 真是不一样 您刚才说你俩十多年没有什么微信 没有沟通没有联系 是不在一起生活吗 这十多年啊 不在一起生活 分居两地嘛 就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这十多年在你心里边已经离婚了 但是因为没有这个 用孩子的话讲 你们现在因为我到法院起诉嘛 都用孩子的话讲说 你现在跟你离婚没有什么区别 嗯 我们这这么多年 哪有不同电话 有不同微信 也不见面 他从来不到我再来 再走下一步的话 你最忍受不了对方什么缺点 比如说你养宠物 养狗了 猫了什么这些我都不行 另外你不能抽烟 我不抽烟 他现在每天都要去跳舞 你可能未必能跟得上这个节奏吧 南叔叔 您还能跳吗 跳舞啊 唱歌啊 跳广场舞啊 嗯 这些都随便 有好多男的反对跳舞 你要不说你野蛮我的 那我不堂死了 对 我不可能那么不做 而且我还跳舞以后 我晚上中午回家吃完饭以后 我睡会儿这样 有时候同志打我 打个小麻将 两毛钱小麻将 如果你非要打 嗯 那你就打 从心里话说 我不太喜欢 你不喜欢 不喜欢 因为他这个不是娱乐 他就带有赌博秀 不管你三毛两毛的 男嘉宾 他太有点主观意识了 啊 哎 对 就是说你 你的老伴啊 或者干嘛呢 你们俩需要沟通嘛 你干嘛 就是你全说人家不对 你自己全对 这个就 我感觉就不对 所以我的婚姻 他就应该付全主 你有点男子大丈夫的意思 你不能包容 那叫大男子主义 啊 你俩不能包容 夫妻之间 咱也都互相包容 你看你第一个孩子 就想离婚 你既然离婚的话 就不应该要第二个孩子 而且我现在 上院就离婚了 咱说这么大年龄了 咱说在 自己二人做的再不对 我们那一大男子 我们应该包容他 这已经 说实在 已经是一辈子了 不是说半辈子 就这么大年龄了 为什么不能去包容他呢 我的最大步骤就是 过分羡让 过分包容 男嘉宾我跟你这么说哈 咱这么年龄吧 得互相包容 你现在你说老包容他 你是男子汉呢 那你 你这种观点 你这种观点 太熟气了 怎么太熟气了 我跟你说 没有具体问题 具体对待 我跟你说我们家事 不管什么事 都各大五十大把 这种观点是绝对错的 我跟你说我们家感情 我和我爱人 我和我爱人 你的家庭不能和我家庭都一样 那不对 我的家庭也不能和其他人 我的家庭也不能和其他人 每个家庭有 每个家庭有 每个家庭的不同情况 好 你喜欢那么多 我们这两个孩子 不是一个孩子 生活当中有一定是什么 你知道我身上有多少缺点吗 他说我有 你有多少缺点 我像天上的繁星一样 那么多的缺点 但是说你身上有优点吗 有 我的优点什么 我的优点是太阳 太阳一出来了 所有的星星都没了 就是说你爱对方的时候 你能不能足够爱对方的那个优点 这个优点足以掩盖了它的缺点 如果能够包容到这样的程度的话 你们的婚姻往下总是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就是阳光灿烂 没有看到那么多的繁星 在你的生活当中 是那么的繁星 所以生活当中 如果一直去指导对方 对方一直会反感 其实对于婚姻 对于感情 我们期待的都是毫无瑕疵的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过日子嘛 总是有缺点和有优点 它有两面性的 就看你愿意去看对方的哪一点 我们倒是希望能够全乐呵 但是那不现实 你要不要包容 这是我们一直要说的话 我们女嘉宾呢嘴挺快 思维很敏捷 那她在婚姻当中 在感情生活当中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们也通过一段短天来了解一下 饭事都有两面性 工作厨舍的我却欣赏了家庭 当我把精力和热情全都投入到工作的时候 我的婚姻出现了问题 因为我总出差 她的也许她的生活 也不甘心寂寞 虽然我挺怨她 但是我对她也做到了言之一尽 二十多年前她得了肺结核 没人照顾 毕竟夫妻一场 我担心照顾她的责任 我为了两个孩子 我两个孩子呢也有孩子 我为了我的下一代的身体健康 我付出了全部 我再精心地照顾她 回忆起我的一生 风风火火的工作 对家人无怨无悔的付出 现在要为我自己而活 我对另一半要求不高 最重要的是对方要脾气好 没有不良的嗜好 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而且爱生活的人 你是要找的那个人吗 我们女嘉宾是实实在在 爱生活的人 对于感情我们也看到了 她是非常有责任心和责任感的 无论是上午的还是离异的 都是一个悲惨的事 人老了找到对方的话 更多的是找一个爱好 还是找一个他能够心疼你 照顾你 这两点你更在乎哪一点 就是和谐是第一位的 和谐 能做到和谐 我认为 只要是双方能通情达理 没有胡脚蛮缠的和谐不是问题 不管什么问题 比如说打麻将 你喜欢 那我可以让步 你如果能 我不喜欢你能是不打了 当然也更好 这些东西 只要不忽略满场 这都不是 包括经济问题都不出事 不管你有几千万是上亿 和我都无关 但和我一块生活 只要你有劳保 我们留下 留一点够养老的钱 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阿姨 可是能花钱的人 今天浑身上下 那可都价值不菲 只要你喜欢 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 你可以任意做 那我们女嘉宾 您对经济方面有什么要求吗 因为我本身我经济条件非常好 对方也得要求高一点 我惯了 大哥达到不到我要求 还没有我高呢 3200块钱没你高呢 我吧 但是我对经济方面 没什么要求 没有一点要求都没有 但是吧 我这个人特别善良 但是你说他的工资 说的工资低啊 但是我也觉得不怎么太满意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出的时候 不是说把你钱给我 我钱给你 到一定咱那后半生都是 我像我是没有老伴的 他还有因为他离婚 但是没有老伴 咱也是以后老了以后 后半生在一起 都互相关心 但又要做好就不分你我了 不能说你是你的钱 我是我的钱 但我也有个标准 你像挣三千多块钱 那敢上都不够 雇一个保姆的了 那这个标准我肯定 我肯定不理解 在我当中我是不理解 对啊 我这个我另外 我主要是公 最主要是人品 一个人品 一个人的那个本质主要 对吧 再婚的时候 要明确再婚的动机 就你的动机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再婚 是有什么样的一种需求 什么样的一种想法 这个再婚的动机 两个人一定合拍才行 因为马斯洛的理论就是 人的需求是有层级的 不同的需求点 你需求是不一样 所以再婚的动机 一定要搭上 那这样才行 这个年龙段 像我这不到80的年龙段 再找一个伴 下一站婚姻 这个人 这个就是找一个和谐 是第一位的 如果你把你自己 女方 如果你把你自己定位 在保姆上 那你就小瞧人了 因为我也可以当保姆 我们互为保姆 你们现在咱们都说 什么股息都这个岁数了 可能像你日常生点小病啊 或有点小毛病的时候 可能会与日俱增 会有比较多的时候 这个时候人比钱都重要 我特别喜欢 刚才三号阿姨在密室里说的 说她也可能多多少少不满意 但她说把人品和这个人 看在第一位 这是我特别特别觉得欣慰的 我急就急在您身上 不要想对方收入有多少 其实像叔叔 70多岁这个年龄 近80的人 像他这样有情趣 多才多艺 有这样内秀的 这样这个年龄段的人 我跟你讲 姨其实不多见 这个年龄段要少 必须找一个 说得诚心诚意的 两个人互相的关心照顾 而且脾气还得好 两个人结婚 那不是两个人的事 对 是两家的事 两个孩子的事 对 非常的 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 对不对 两个人都得融洽 我们男嘉宾呢 他有精神上的追求 人到了这把年纪 还能不单纯的想 我只要保证温饱 保证有一个人陪在我身边就好了 我还要有更高的精神要求的人 并不多 这种要求 是一个极高的生活品质的要求 来吧 请起 我们对方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那您可以回去再稍微考虑一下 暂时回历室休息 好吗 来 这边请 我们男嘉宾与第一位女嘉宾约会结束了 好多很现实的问题 您的这个态度 我们也都看了比较清晰 那第二位女嘉宾您会选择谁呢 稍后为您揭晓爱的选择 我在这里等你 男嘉宾会选择谁 作为第二位约会女嘉宾 大家好 我是三号嘉宾 我叫齐昌英 男嘉宾说了啥 竟让女嘉宾如此不满 按他的那个才艺的百分 按那个家庭 我还是不满意 我不满意没法打分 离婚我接受不了 对 在我这没关系 离婚上午都无所谓 不要走开 稍后我们接着看 好消息 好消息 贯注球宝特别举行一次 全国大型推广活动 关键是这活动 每次都破例给出超低 这次我们拿出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的一款 女士龙凤金手镯 男士双龙系珠金手链 两款男女金项链 还有两款男女金戒指 足足六大件提供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打进电话订购 凡是现在打进电话订购的观众 199元就能买到六大件金手式 而且两款男女金戒指上面 还相有超大的宝石 超大 超闪 超绿 男项链上面还有一个超大超重 超圆的龙珠穿梭 戴上去气度非凡 霸气十足 很明显这个价格 没有按照国际统计价格来定价 关键是 您去全国所有的金店 都是按照国际统一价格来定价的 咱们这次大型推广活动就做这一次广告 就为了让你带得好 帮我们做个品牌宣传 你看到的话就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了 你听到了吗 喂 你既然打进电话 就请你大胆说话好吗 嗯 那个 请你放心 我们的金手式啊 都是经过权威机构鉴定过的 颁发过鉴定证书的 而且都是通过正规快递给你送货上门的 这关键是你不用先给钱的 你就大胆问你想要问的问题吧 什么 不用先给钱是吧 是的 大哥 你不用顾虑那么多 我们是不会欺骗消费者的 钱我们是等你确定要了 我们送到你家的时候 你再给钱就行了 你现在大胆的打进电话是没有什么损失的 你这个太便宜了 我有点担心你这是不是真的金手式啊 大哥 你都不用先掏钱 真的怕什么呀 这是真的六件金手式 有女士龙凤金手镯 男士金手镯 女士金花项链 男士霸王龙珠金项链 还有女士猫眼金戒指 男士霸王碧玺金戒指 足足六大件 你和你的爱人 一人一套戴在身上很富贵的 你好啊 我们再让你们精力出来给我保证一下吧 好的 请您稍等 各位观众 我向你和全国电视观众保证 第一 我们的每对金戒指 金项链 金手镯 都有国家权威检测证书 百分百真金工艺 如果不是百分百真金工艺 你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 都可以退货退款 请放心订购 那我就放心了 快给我抵抗 注意活动 马上结束 马上结束 广告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 立刻来电 全部带回家 全部带回家 抓紧时间 快快来电 广告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 立刻来电 全部带回家 全部带回家 抓紧时间 快快来电 只有大胆主动打进电话的才199元 不管怎么样 打进电话万万都是对你没有损失的 现在就打进电话吧 爱的选择 等你来选择 如果您是单身 或您身边有单身的朋友 您可以来到我们爱的选择 我们帮您找幸福 姐 你感觉怎么样 这个男嘉宾 这眼吧 看他眼表面还行 但是他说话不透 总是在寒霞摄影地 不把话说透 说不明白 第二位约会女嘉宾 您会选择谁呢 您是四位 三号 三号 女嘉宾 我发现咱男嘉宾好像就是喜欢迎男而上 来咱看看女嘉宾的照片 哇 好有个性啊 这墨镜戴的 是吧 短发 太深邃了 西服 还有发线吧 哎呦 对 发带 戴个小发线 这一身配的啊 好看我看 个儿太高了 太美了 这小帽戴的 好看的 那是年轻时候的样子 现在啊 绝对和当年是不一样呢 现在比原来更好 比原来更好 咱就有这信心 我选的就是对的 对不对 往那看呢 在您身后呢 来 有请我们女嘉宾登场 大家好 我是三号嘉宾 我叫齐昌英 太优秀了 太优秀了 刚才在密室里面那俩没见面的时候 那唇枪舌战呢 你俩就是一台戏啊 我 阿姨 上面的空气好不好 你好高呀 好高 那些来说呢 这个女的 你这女的 人家不想找这个 人家不想找那些啊 不是不想找 她不想找这个离异的 对 找屎头类的 找上口类的 这个女的都说了 不想找这样的 这女的就是家宾条件都挺优秀 对 她俩所以呢 不适合 刚才在密室咋那么厉害呢 我这说话接受不了啊 我这心里特别善良 她说话她不能包容啊 这么大事 为啥还不如包容媳妇人呢 你这媳妇多不容易啊 给你带俩孩子啊 我问你如果说这个人 要是在性格上 或者是说你其他方面 特别欣赏她的话 有一些事你能包容过 任何事她都没支持过 比如说我拉琴啊 画画啊 我也支持 但是我不爱她这些 你不爱她 对啊 我挺羡慕 挺对她挺多才多艺的 这老头吧她傻了 你来找老伴了 为了找个老伴 你为啥要把你自己 抬那么高啊 我看看我们女嘉宾啊 是生活当中 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能这么样的有个性 还能够足够的去包容对方 通过她的生活短片 咱们去了解一下 20417 齐女士 是洋人 丧偶 儿子独立 退休有住房 我爱美 我爱生活 大家好 我叫齐昌英 我是个性格开朗的人 喜欢运动 年轻时曾经代表单位 到徐州参加篮球比赛 取得了第一名 现在我喜欢走模特 经常和伙伴们 参加各种活动 有空的时间 还会约上朋友一起旅游 开阔眼界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我喜欢美 我爱穿漂亮的衣服 爱搭奔自己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最看不到别人有难处 遇到有困难的人 就会慷慨解囊 都说儿媳关系最难处 我和儿媳一家 一起生活了20年 从没红过脸 心善 感恩 孝敬父母 这是我一辈子的人生信条 我把我的儿子培养得很好 而且她是一个去年平衡母 因为劳动奖章 我孙子也是一个学霸 都说极善人有余庆 也许是我的善良得到了回报 这辈子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顺风顺水 如今我就缺一个 知冷知热的另一半 这样的我你喜欢吗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跟儿子儿媳妇生活20年 没红过脸 没有 那这性格很好 我儿子孙子上海就一直我管 但那我还管呢 那以后俩人过日子了 你还管吗 他们现在他们自己 又回自己房子了 我自己住140多 145的大房子 他们自己是一楼 我是带花园的 那男嘉宾就这种比较包容的 和大家都能比较合得来的 这样的性格 在你这有没有啥优势 能包容这是必须的 一个家庭和睦的前提 就是能包容 咋就又变成必须的呢 我问你加分不加分 你还来个必须的 你是不是跟我闹呢 叔叔 能包容那是非常好 非常好 叔叔我提醒你一下 其实三号阿姨也是家人 在家人就是这样的 支持下来爱的选择 其实人家在底下老多人追了 我跟你说 就他的名声在周围里 邻居甚至朋友同学圈里 那属于这个 谁能把他娶回家呀 人家现在电视机前 好多人瞪着眼的看他呢 很多单身男士 对他都是虎视眈眈的 今天你有幸 跟我们三号阿姨见一面 你还不得抓紧时间争取呀 完了 你的压力有点大呀叔叔 可优秀啊 有压力没 有压力 那能换成动力不 当然可以 他有点不太均动人 他有点不均动人 他有点不懂的事 他也去说 说完了还不明白 今天就这么一个优秀的人 站在你面前了 你给他打多少分 98 不是100呀 谢谢 谢谢 就这么火一个人 也不是100分啊 98呀 对没有实现是没的 100也可以 没有实现是没的 那不能也可以 难道是因为惦记二号阿姨 所以才打了98 那我们三号女嘉宾 给我们男嘉宾打多少分 按她那个才艺的百分 按对家庭 我还是不满意 我不满意 没法打分 我就是不满意 没有分 不及格 真不满意 天哪 这么大年了七十多岁 没什么不容 去包容自己媳妇 就是做的再不对 我们应该去包容她 另外应该理解她 她会跳舞会说要那的 我说站点 咱俩比试一下 对不对 看啊 比试不了 我爱人去世了 你爱上我 我爱人也有秀 孩子孙子 整个咱家总来说还可以 每一会儿我接受不了 对 在我这没关系 每一会儿上我都无所谓 我们女嘉宾之前的感情经历 是什么样的呢 我没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 我与爱人是一个单位的 她在单位出了名的优秀 长得好 人品好 对我更加宠爱有佳 她总是把最好的东西 留给我和孩子 就有时候 一般我情况下 我就经常和爱人 才厨一厨饭 如果爱人 如果我没去的话 爱人第二天指定 带着饭 把那个饭菜都带回来 我们四十年的婚姻 从来没争吵过一次 我以为我永远就这么幸福 没想到她得了 严重的糖尿病 特别宠我 因为我妹妹妈给我买个雕 当时她病挺厉害的 她非要穿 让我看看 她说你看看 让我看看吧 我看穿好看不 老爸去世了 过去的美好 我会一直记在心里 感恩得到的珍惜眼前的 我是一个向前看的人 也一定会好好经营未来的幸福 人品是主要的 不能拿我说的 我找你了 我就拿你当保姆一样 那我肯定不能干 一个被呵护着的女人 一直就是这个状态 对 我二人一直这么宠着我 当有我儿子宠儿子 当有孙子宠孙子 就这么 咱们家 我和儿媳妇在一起过二多年 他们俩没交过生活费 咱家我老婆老叔 养儿们就养起来 你死能带走吗 咱家我还认真的 太少可真 特别有样 就她那种态度的话 您接受过 那没关系 没关系 你跟她走到一起去之后 你会对她的家里边人 特别关照吗 我说两个人在一起吧 不能分出 你看我从来跟谁在见面 从来没谈过钱的事 所以你挣多钱给我 我从来不谈 两个人就是一种感情 咱说感情 到位还只有我的钱给你花呢 这是一种感情 另外要把互相能包容 对 包容 另外有个善良的心 没有善良的心也不行 另外还得正直 不正直 有一个本分一个正直 不正直也不行 你感觉我们男嘉宾正直不 我看她对媳妇那么不容忍 不容忍 我接受不了 真的 不容忍 在她看来还挺包容 我对媳妇我说过几次 我过分包容了 所以把她养成的非常恶劣的形状 那你这么大事都七十 都这么大年龄 为啥不能跟她白头大老呢 还不懂 我不懂 可能不懂感情呗 你一包容我 我包容你 就是说两个人必须得有这个 有这个状态 你总包容人间 什么叫包容 你她懂包容呢 非常羡慕一个非常和睦的家庭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竞想天伦之乐 但是我也非常佩服 我就能把家庭关系处理这么好 对 刚才说我不能包容 嗯 我是过分包容的 不是不包容 两个人到一起 你有儿子 我有儿子 你的儿子是我的儿子 我儿子是你儿子 不能分心眼 像你儿子 我儿子来了 给做这个菜 我儿子来又做大鱼大肉 那不可能 但是吧 俩儿子 咱说后半生挺不容易 另外我二人是没了 你是离婚的 我总的俩儿子 如果身子都没了 后半生也挺好的 就是两口子 夫妻之间 没到一起的时候 俩儿子互相不认识到一起生夫妻 夫妻 夫妻以后又生了孩子 但是到半大了 不一定谁又死了 所以后半生挺不容易 所以互相得理解的 包容 另外你有善良心 她对我这么好 我对她不能拿一个女的 我拿你蛋给我做饭 给我做菜 你给我洗衣服 那不行 您对未来找另外一半 你找到了之后 那可能生活当中有很多 她做的不如您前夫的 你能接受吗 当时可能还是接受不了 肯定接受不了 因为她有一举一动 有些地方 肯定得想到原先的爱人了 那咋办呢 可不可以不如自己一个人 自己一个人多随便 背斗 愿上哪上哪 没人管 刚我儿子说 妈只要你幸福 你要高身体好好的 我们就高兴 这个吧 就在于两个人处吧 嗯 在于两个人处 在于处 两个人如果处好了 可以互相包容 这才叫包容 嗯 两个人如果你要是 都没有那个想法 那就 白白白白 三号女嘉宾也提到了 她之前的老公 不仅仅是对你自己好 对整个家都特别好 对 咱男嘉宾 我们女嘉宾一直担心一个事啊 就不能像你说的 你家是你家 我家是我家 要都一起 这事你认同吗 那当然更好 我说那个意思就是说 有的人呢 在于比如说你儿子没结婚呢 他怕他就有一些什么 在经济上要负担一些 我这些都不用 我们叔叔 人品首先他是没有问题的 你纠结于他暖不暖这个事情 他肯定没有办法跟你前任比 但是他在人品上 和这个才艺上面 绝对绝对是跟您来讲的话 您放心 您最初的判断是正确的 你要给他时间好不好 给他一定包容力 我们男女嘉宾 刚才也聊到了 关于未来怎么样 跟对方孩子相处的事 确实如您所说 这个两个人再一次走到一起 不是两个人的事 是两个家庭的事 那当面临孩子 也介入到你们生活当中的时候 这些问题要怎么样去解决 可能关乎情感 关乎责任 有的时候也关乎到经济问题 我们进入爱的剧场 看看发生实际问题的时候 二位会怎么样去解决 妈妈 怎样啊 这新日子过的呀 很好啊 我看你啊 感觉笑容没有以前擦乱的 是吗 她得大笑呗 哎呀 我这想你想都不行 这孙子孙子想你想都不行 这过年了 咱家人口多 那孩子哈 从老一老二 一直排到老十七 哎呦 我跟你讲 都在给压岁钱 我先和你先提前商量一下 怕这书接受不了 咱家这个状态 是不是 对啊 这包红包啊 嗯 没有问题 那咋包啊 你点计划一下呀 我爸活的时候 那基本都我爸全订了全包了 是不是啊 家里里里外外 买几个猪肘子 买几个猪爪 猪肘啥子 全管 是不是 那咱现在还点一家人和和气气 商量这事啊 那叔你开始规划一下吧 这咋整一个压岁钱 还有一个半年货 咱商量商量 这些事吧 你妈妈你也清楚 她对这个家庭的料理非常好 非常到位 就是我全力支持 哎呀 我的妈呀 这妈呀 这找人找的 哎呀 妈呀 不同意呗 我不是不同意 我这热情 过来我这热情 这一盆冷水都给我浇灭了 让你拿点主意 咋的一提前怎么 就往回缩呢 没问题 我说一个人给两千 你愿意啊 可以 两千的实习一个人好几万呢 那么多人呢 哎呀 我跟你说妈 你得跟他好好商量商量 别整个带了一个人 对了 跟你妈商量商量就行 不是跟你商量 你别到那块什么话也不说 你上我家窗门去了 你跟你妈商量 我跟你妈商量 我跟你妈商量 最后决定权 你妈 两千不干好几万 这书嫌多 一人给一千吧 给一千 可以 一千 十二个孩子 一定 你说多少就多少 年年的呗 那个也可以 不能当职啊 你能见面 头一年给以后 背后不能闹麻烟吗 不能减呢 不可能 这钱不算什么事 一年一万二 行不行吗 一年一万没五年 一万不多 一万多 一万多 年货呢 年货多都我包 没关系 都可以吗 我跟你说呀 咱家儿子儿媳妇儿 孙子 咱们的疫情当中 二十多年 从来没见过犯火呀 你这位孙姐给点钱 年理解吧 年理解了吗 以后是年年 你平时礼拜六 还得回来吃饭 还得花钱 以前啊 你以前就是运行轨迹 我照着服务 哎呀妈 说实话 我来呢 也不是说故意 就是让叔真拿这些钱 我也是考验考验叔叔 对不对 是不是实际实际跟你过 我也不是有意拿他跟我爸比 跟咱 我之前老公比 那说心里话 那最起码氛围不能变呢 你说咱们一大家子 底下孩子还那么多 最起码你当老的 咱不能说以老卖老 再做出榜样来 对不对 你找个老伴给家庭氛围都改变了 那我当儿媳妇 第一个我肯定不干 你也别当我是外星人 是不是吗 对对对 咱相处的跟亲娘俩似的 是不是不能因为一个真的外人 改变咱们家里的结构 对啊 儿媳妇是家里人哪 儿媳妇不是儿媳妇吗 我也是人家的媳妇啊 还整个背着我说 还我跟你商量 之后你俩再商量 我告诉你 所以我家就没这个规矩书 以后场场亮亮的 你要不适应 趁早提出来别当我妈 我跟你说话操理不操 儿媳妇了 儿媳妇了 真是的 我出去透透气去 这事你能处理好 我相信你 我相信她的能力 她原来那个家庭非常和睦 因为你来了不和睦了 所以按照她以前的一切做法 我都接受支持 那女嘉宾 你感觉我们男嘉宾 进入到你的生活圈子里之后 让你的家庭是更和睦了 她要像她这么说的话 我认为还可以 如果不像按她说的 那你说的事实话不 当然是事实话 因为她这个 我认识她的能力 她原来这个家庭 她超次的 那么和睦的一个家庭 最主要的功劳在她身上 她对你还是肯定的 所以是对着我也非常羡慕 我没有这样一个范围的家庭 没有 我听听咱们 几十年我没有这个家庭 我非常羡慕 我们听听这假儿媳妇 假儿媳妇感觉咋样 我跟你说 我跟我这个假妈妈 我跟我这个秦阿姨感受是一样 就是真的是事上见 演情景剧当中 我真没想到叔叔是这样的表现 如果真如叔叔的表现 和她所说来讲的话 她之前的婚姻确实是很痛苦 而且她这个本人这个状态 不可能经营不好婚姻 如果我大胆的说一个冒犯的话 如果当年叔叔遇到的 就是我齐阿姨这样的女人 我相信叔叔不仅是 比现在还要有成就 她就是遇到这个人 可能是有点太爱她了 我还是那句话 我有点是换位思考 那个女人也不见得不好 就太抓她 太爱她了 不太会经营婚姻 我只能是这样评价她 导致叔叔有很多遗憾 有很多结人没解开 但是就今天来讲 叔叔您是最棒的 这里面最渴望家庭温暖的人 就是咱们男嘉宾 真的是 因为她是一直希望 家里面有这样的一种温暖的氛围 能够把这个家里面的这种温暖 融化到她自己 可以说她这么多年内心的冰封 一定有很多了 她特别渴望这样的一种家庭的现象 能够在自己身上出现 所以她的要求在下一段婚姻当中 一定非常低的 可能是有一点点的温暖 就像我们说给点阳光 马上灿烂了 对 她的那种心花怒放 一定是特别容易满足的 所以这样的人 在下一段的婚姻里面 她是特别容易融化到 这个家庭氛围里面的 哎呀 对的时间就是我利益了 现在就差一个对于肉对的人了 来吧二位请起 暂停现在的约会 那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大家自己心里边都有一杆秤啊 那现在请我们女嘉宾稍坐休息一会见 进入我们爱的考验 来有请二位女嘉宾同时登场 那女嘉宾选择一道你最关心的问题来问对方 一再找另一半最看重对方哪一点 二我不赞成大火锅你同意吗 三再婚财政大权该如何支配 四再婚后俩人收入会放一块花吗 五家务如何分配你愿意多承担吗 六最多花多少钱需要和我商量 请把你想问对方的题号告诉我 来男嘉宾先来 二号 二我不赞成大火锅你同意吗 就是俩人得领证结婚是吗 对 我们三号先回答 我大火不同意大火锅 你也是不同意大火锅的 那要想过的 既然要过的话咱们就好好过日日 要登记结婚呢 大火锅就是有点互相都猜疑 过不好可以走 你过不好他可以走 那你俩想法是一样的 想法是一样的 我是这种想法 好 那我们二号女嘉宾 您是赞成大火锅还是结婚 最后的是结婚状态 要领证呢 三号问一道问题 第三个问题 三再婚财政大权如何支配 共同出生国费 这个吧是在两个人的感情方面 也许感情到一定程度 不一定说那俩共同化 也许还去我钱给你花呢 去猜点人的感情 触悟的方面 另外一个看那个人咋样 人相当好 各方面都好的话 就谈不到谁的大权不大权的事儿 二号女嘉宾选一个问题 家务如果很配 你愿意承担多少 不希望你当保姆 我们互为保姆 共同承担 他问的是你愿意多承担吗 当然也可以 爱的考验结束了 我们男女嘉宾很坦诚 接下来要进入爱的选择 心动时刻 三位贝贝贝站好 当我倒数三个数结束的时候 喜欢他勇敢地转过身 心动倒计时 三 有好多男的反对跳舞 你要不说 你野蛮我的 那我不同时了 我不可能那么不做 这个年龄段要少 必须找一个 说得诚心诚意的 两个人互相的关心照顾 而且脾气还得好 咱说感觉到 未来学我钱给你花呢 所以这是一种感情 另外要把互相能包容 得包容 另外有个善良的心 没有善良的心也不行 另外还得正直 不正直 有一个本分一个正直 不正直也不行 二 一个家庭最大的悲哀 不是贫穷 是不会好好说话 跳舞啊 唱歌啊 跳广场舞啊 这些都随便 我的最大步骤就是 过分协让 过分包容 一 能包容这是必须的 一个家庭和睦的前提 就是能包容 你一会儿我接受不了 对 在我这没关系 一会儿上午都无所谓 两位姐姐哈 对 上台对她一点好印象没有 所以说她说话 语气干什么 她都不能随着她来 她不透 她不透 所以说她不能选择她俩 她有点儿不透 两个说话 她俩吧对不上夹 对不上夹 所以说她不能选择她俩 请选择 选择时刻即将到来 三位嘉宾究竟会如何抉择 是浪漫牵手 还是遗憾离场 两位姐姐哈 对 上台对她一点好印象没有 所以说她说话 语气干什么 她都不能随着她来 不要走开 稍后我们接着看 现在199元 买到的是女士龙凤金手镯 男士金手链 女士金花项链 男士霸王龙珠金项链 女士猫眼金戒指 男士霸王碧玺金戒指 还有两个太阳花耳钉 足足八件套 按照目前价格 也得好几千元 但是我们今天是一次 全国大型推广活动 我们是破例 破例不按照 国际统一价格来定价 八件金手式 男士霸王龙珠金项链上面 有个超大超重的龙珠穿梭 真的是要199元 请大家大胆地打进电话 有任何问题 我们都可以为您解答 我们只有这一次的 打广告的活动 不打电话 你是肯定买不到 这么便宜的金手式的 我们非常鼓励大家打进电话 希望更多的人 知道我们的品牌 带出去给我们做个宣传 现在就打电话吧 喂 你好 在吗 在 小姑娘 你们这金手式我看一定很重啊 才199元 这已经是蛮便宜的了 刚才说女项链和男女金戒指上面 还相有又大又透又绿的宝石 这能是真的宝石吗 大姐我们就做这一次活动 本来呢就是亏本 让很多人购买打品牌的 好好好 反正才199 上哪个金链都买不到 那我现在就定一套 好的 你好啊 我们再让你们精力出来 给我保证一下吧 好的 请稍等 这位观众 我向你和全国电视观众保证 第一 我们的每对金戒指金项链金手拙 都有国家权威检测证书 百分百真金工艺 如果不是百分百真金工艺 你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 都可以退货退款 请放心定告 那我就放心了 快给我第一个 注意活动 马上结束 马上结束 广告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 立刻来电 全部带回家 全部带回家 全景时间 快快来电 请选择 请选择 好 很遗憾 没有人为对方转身 来 三位 请到台前来 两位都很优秀的女士 你没有转身呢 因为她们两位比我天真多好 我整理太少 满足不了她们的要求 这男人的自尊心狠狠地受了打击和挫折了 那我们这个二号 您为啥没转身 我很直爽地说 因为她离婚的 离婚 我不想找离婚的 那我们三号为啥没转身 离婚太短 不行 不管怎么样嘛 既然走到爱的选择的舞台上来了 那大家都是单身 就有这个资格和权利 并且愿意去再找另外一半 我们也祝愿各位能够早日获得 属于自己的缘分 好吗 好 谢谢 好 再见 我想找一个年龄 不要跟我差距太大的 有一些兴趣爱好就好了 我想找一个和我一样热心肠的人 作为伴侣 作风好 而且饮品好 而且加风好 善良 这样的一个终身的办理 我叫齐昌英 我是沈阳人 我找一个和我一样 比较善良 知心疼我的人 我想找一个知我疼我 爱我的人 很遗憾啊 今天的现场没有牵手成功 并且也没有人为对方转身 我们男嘉宾想追求的就是精神的恋爱 不管到了多大岁数 我们都支持这样的想法 如果说你心里边也有一份对爱情的憧憬 不管您多大年龄 我们都欢迎您来到爱的选择的现场